哥哥面试后如愿被理想的公司录用 当他和陈庆在喜悦中时 却不小心撞了公司的新任董事长简英语 简英语手中的文件夹和魔方双双落地 当哥哥捡起时却发现魔方已经被摔得708岁 其实魔方是简英语父亲生前送给他的礼物 目的是让他防风正正的做人 因此简英语格外真心 哥哥的闺蜜小小也是公司的员工 当晚他召集公司内部人员为哥哥安排了聚会 另一边蒋英语也因上任董事长举办入职妄言 双方都喝得烂醉 不巧的是夜晚哥哥和小小的糊里糊涂地躺在蒋英语的床上 出道职场的哥哥被同事使唤成了咖啡妹 但他对建筑学的独特见解和眼光得到蒋英语的认同 蒋英语很快为哥哥安排了独立的办公室让他协助工作 专业对口的哥哥很快投入到工作当中 在他的帮助下公司也开展了新的项目 哥哥把魔方与建筑融合的理念更是获得蒋英语的欣赏 一次蒋英语及时扶起将耍掉的哥哥从此两人关系更进了一步 其实在公司内部存在着一些反对势力 刘一鸣经理对董事长的位置已经基于已久 他还与蒋英语的秘书相较甚好 两人秘密谋划着一些见不得人的计划 蒋英语带哥哥约见投资方金运 我巧的是哥哥的潜男友廖泽伦 正是投资方手下的得力干将 哥哥看到他情绪崩溃跑出了房间 随后廖泽伦也追了出去 两人再一次外出时 廖泽伦却将哥哥一人甩下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蒋英语为安慰伤心的哥哥带他外出游玩 夜晚他还把喝醉的哥哥送回家 那天蒋英语整晚都守在哥哥身旁 次日投资方再次来到公司签约 可是刘一鸣却偷偷在背后做了手脚 他自自将数据篡改 导致公司亏损几千万的巨款 并找人偷怕哥哥和廖泽伦在一起的画面 随后把哥哥定信为一个出满公司的间谍 刘一鸣和秘书在一旁煽放点火 蒋英语最终决定将哥哥从公司自推 离开公司的哥哥十分委屈 拿着魔方痛苦流淋 要自轮杆来安慰 这一幕正巧被蒋英语看到 于是对哥哥的误会越来越深 就是秘书来找蒋英语谈吧 他把刘一鸣碎集团令罪证交给蒋英语 代价就是让蒋英语对他的所作所为不予追究 原来秘书的父亲曾经和刘一鸣在一起工作 当年刘一鸣为了谋取暴力 接下一个豆腐渣公证 在事情霸露之后 他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秘书的父亲 最终使他病死于衷 秘书一直忍气吞声 甚至不惜注卖身体 就是为了把刘一鸣推入深渊 此时刘一鸣本想念和董事会罢免蒋英语的董事长未知 结果聪明法被聪明误 他将接受法律的惩罚 其中蒋英语得到了哥哥的原谅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先做人后成才 那么你的人生旅程将会处处精彩 请不吝点赞订阅